歡迎收看香港甲組足球聯賽由沙田主場迎戰榜首藍華賽事 督定降班的沙田今年度過了一個失望的賽季 一直為人糾餅入球能力在季尾前稍稍有些改善但已經有為時以晚的感覺 藍華方面 遲一日傑之飛馬齊齊0比0打和失分 今場只要能夠贏球就能夠提早完成四連貫的霸業 球員之意應該不是一個問題 開賽初段 沒了心理斑伏沙田即是放開手腳來打 搶到不少攻勢 這一日頭隨頂力度欠奉何國全輕易沒收 藍華各球 這邊右邊攪完一大輪之後傳到中間位置 可惜陳偉豪已經被你弄到失光雲頂不中的目標 未能夠先開記錄藍華17分鐘才被沙田一個反擊得手 黃鎮宇右路傳中 沈國強接影頭槌 拋物線頂向遠處 哇 這球還不是本月金球 藍華落後之下大舉反擊 未來亞歇杯試試深陣 今天借來由中堅改打前鋒 不過上半場發揮真的不多理想了 未能夠在前線製造太多機會 上半場藍華暫時一球落後回去更易失 下半場藍華有幾個換人調動 梁鎮幫李凱強先後入替力圖平反敗局 李凱強幾次到位的罰球傳中 偏偏一班隊友不多生性未能夠好好把握 藍華這段時間雖然搶回不少攻勢 但始終放不到球進去網中 在前面 輸一球藍華禍不單行 去到69分鐘 李凱第二面王牌被逐離場 藍華打少一個又失一球 雙方上入拉鋸的狀態 剩下20分鐘的完場 沙田球員多大的手好距 藍華這運氣真是老鼠拉龜 沒有擲手 看來就來完場失分之制 這個時候才是氣慾 原場前一分鐘 藍華李凱強又再指示他黃金左腳的威力 乏球直接彎個人長 直飛近處死角入網 為藍華攀成一比一平手 雖然沙田降班已成定局 但一班球迷支持了整個賽季這麼久 最後這幾場球 無論怎樣都好 打一場好球給大家看 都不在話下 不過沙田球迷差點要素慶離場 在保時階段三力臣頭頂空龍 2比1 嘩羅生多麼開心 不過為何要說差點呢 因為長波原來還未完 沙田最後一擊 後備入體的周家驊近門一頂 河國全及時飛身撲出 不過發比頭鎚保重成功 沙田準成2比2平手 短短幾分鐘都夠了峰迴路轉 留下鋒亡又要等多一陣 謝謝各位和入場 謝謝大家 再見